从今年2月开始申请庇护的规定出现改变 新政策导致了后送件先审批的情况 意味着过去已经提出庇护申请的人士 等待时间要更久了 今天的移民崎岖之路专题带您探讨新规定的影响 申请政治庇护是移民美国的一种方式 必须在来每一年内在美国境内提出申请 必须要是合法入境美国才可以 不需要就是任何人在美国都可以申请庇护 非法或是合法境都可以 不过就是尽量在一年来美国一年内需要申请 除非你有特别例外的情况 申请政治庇护的条件 必须证明回到原籍国会受到迫害 原因包括种族 宗教 国籍 政治意见 或是特定社会团体等 在华人社区最普遍的情况 就是政治意见人士 受宗教迫害人士 过去还有一胎化政策受害者等 大部分的华人都是来美国是 用那个tourism visa来观光旅游的 或者看家人 那通常那只是六个月的签证 不过有些人来这几个月 然后觉得他没有办法回国 因为他觉得他在国内有受到迫害 那时候他们就可以申请庇护 今年2月1号开始政策改变为 最后申请最早面谈 也就是后送件先审核 过去申请政治庇护 申请人要等两年才会面谈 等待期间可以合法工作 移民律师表示新政策是为了避免有人 滥用政治庇护来美工作 你申请庇护以后 150天可以申请工作证 所以政府认为说他们只是申请庇护 然后拿工作证需要在这里工作几年 然后再回国 现在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人 送件后四个星期内就会安排面谈 面谈后两个星期就会有结果 这种政策对需要来算是不好的 因为第一是你实际上有特别的案件 那你通常律师需要一段时间 来整理那些资料 通常需要差不多四到六个月 知道有可能有些什么医疗的资料 或者在国内在中国的资料需要拿来 有时候需要时间 专门帮助华裔居民办理移民案件的 洗年移民维护社表示 如果申请人准备不及 可以向移民局提出延期 第一个延期它是让你任何理由都可以延期 不过你延期过第一次以后 你需要别的原因才能延期 有时候你生病或是律师不在 或是有别的案件需要处理 至于对新政策实施之前 就地表申请的人士来说 新政策对他们不利 因为后送件先审查 代表旧的申请案又要推迟的更久才会处理 你要是说已经等了很久呢 那你可能需要还等更久的时间 那已经等的人有没有机会把案件提前 可以提前 不过算数不大 因为通常你需要提前的话 有需要特别的原因 移民律师指除非是生病等非常特殊的情况 就案件才有可能提前 想了解更多详情 可以致电洗年移民维护社 Jubilee Immigration Advocates 电话是415-813-1958